继续我们演示一下上一个PPT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全 这个先暂时注释掉吧 暂时用不到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复制文件的一个功能 对吧 通过Stream来实现一个复制的功能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肯定是要require这个fs的 然后第二个呢 要require什么 requirepass 好 完事之后呢 我们再定义两个文件 比如说filename1等于什么 定义两个文件 我们首先把这个文件创建起来 在这个StreamTest下面 我们创建一个data.dst 然后呢 我再创建一个 比如说data-bak.dst back就是备份的意思 然后这两个文件创建完之后 我们在第一个文件中 我们写一些内容 123456 78920abcde等等吧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想要把这个文件 拷配到这个data.dk这个文件里面来 OK 然后通过pass.dl这个数理文件名我们之前也演示过了 通过pass.result然后后面 dlname 然后data.data.dst readstream 然后把这个filename1给传进来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要定一个writeStream 就是写入文件的流 因为我们的文件是从这里面读出来的 然后再写在这里面对吧 然后fs.create.writeStream filename2 好 这两件事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拷贝了 对吧 先说过通过readstream.pipe 然后writeStream就可以了 就是两个水桶嘛 第一个水桶第二个水桶 然后中间一个管道连起来 然后怎么建设的拷贝完成呢 通过readstream.onend 就可以建设它完成 比如说copydown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试一下 看看行不行 停掉 node.test1 好 这显示copydown copydown 就是说明已经copy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data.bk里面 也已经有了这个内容 对吧 和这个data.t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顺便已经copy成功了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creepostdata里面的这个例子 这有一个onend 是吧 然后前面就可以有个onend 那我们这儿呢 也有一个onend 对吧 那其实我们这个readfile里面 也可以坚持一个ondata ondata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tunk 就是每次读成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去 打印tunk.tool stream 就可以 对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readstream 它是一个读取文件的一个流 对吧 它读取文件的 它也是一点点读取的 因为 我们通过之前的那个 file test里面的这个 这个readfile读取文件 我们说过这个data里面 是一气把所有的文件的内容 都读取出来 对吧 但是 stream的方式不是 stream的方式 它是一点点读取的 所以说 通过readstream.ondata 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点点的把这个文件 file1的文件内容读取出来的 然后 好像data可以监听 每一次读取的那一点内容 然后ondata可以监听 读取完成 对吧 因为它一点一点读取完了 什么时候完成了 你得告诉我 然后 这儿换个行 这个pipe 就是直接相当于 把这个细节给它忽略了 只要我们通过管道 连过去 至于怎么读的 你也不用管它 但是你要想监听 它每一次读取的内容 你就可以通过 ondata去监听 我们可以试一下 它其实第一次 第一次ondata 就是把所有的内容 全部打开了 因为我们这个内容比较少 大家可以试一下什么 大家可以试一下 大家可以试一下 在这个data.t里面 你可以找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文美文件 比如说大小一共在 至少在10兆左右的 就会比较明显 找一个大的文美文件 然后把它粘切进去 然后去运行这个代码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ondata 它其实是执行了好多遍 它就说 它是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文件读取出来的 那它这一点点读取出来 那又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pipe 它是一点点给它 重过去的 对吧 它是一点点重过去的 因为这个readstream 它并没有像这个readfile一样 去把所有的文件内容 一股脑脑的全读出来 所以说这就是stream的一个特点 以及这也是stream的 提高性能的一个特点吧 好 这是演示复制文件 对吧 我们把这块给它试一下 复制文件演示完成 然后呢 我们再演示一下 第二个demo 就是我们有一个atvserver 有一个server 然后这个server的请求 直接返回一个文件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就返回这个 data.t的内容 这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去复用 之前的代码 把它给解开吧 算了 还是复用吧 好 直接复用这个代码 然后把它解读式 然后这儿获取attv 然后我们红理还是需要获取 这个fs和pass 然后呢 还是要把这个文件名给读出来 ok 读出文件名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readserver 然后这个method等于什么 method其实应该是等于get 等于get 然后 这行就不要了 等于get之后 我们拿到了请求之后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 这个file name1 来创建一个readstream 就是我们先创建一个水桶 然后第一个水桶呢 第一个水桶点pipe 那个管道连到什么呢 直接连到response那就可以 因为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访问这个请求 然后直接把这个data.tft的内容 直接返回 不考虑到什么内容 直接返回 这样的话 我们建立流的方式 返回是最好的 是最快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去 loghost8000 对吧 OK 大家看一下 返回之后 它其实直接返回来 我们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 这个例子呢 其实结合了什么 结合了这个IO 文件IO操作的这个stream 和这个网络IO操作的stream 都结合起来 好 有了这两个例子之后呢 包括之前的例子之后 相信大家对这个stream的操作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所以说 有了这些了解之后呢 首先你从理论上就知道了 我们使用stream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有什么好处 不使用stream 到底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发生什么瓶颈 对吧 这个是要明白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这些理论基础 外加我们刚才演示的 这一些API的一些使用 我们要自己做出一个 就是记录制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API 基本的功能 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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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